大家好 我是DJ自由 刚才听到的呢 是五月天跟孙远兹合作的一首流行音乐古典歌曲 叫做温柔 为什么会播这首歌呢 因为里面有一两句这个歌词 是这样说的 就是没有预兆没有理由 你真的有说过 是分手吧 然后就说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自由 大概描述的是恋爱中的青年呢 被分手的那种痛苦担忧撒手的心情 如果把它比复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话 可能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吧 就突然被分手了 突然有了自由 这种自由呢 当然就伴随着危险 虽然这种危险呢 可能跟流感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希望大家都能 越晚感染越好 还是做好个人的防护 以及做好一些基本的药物的储备 然后去留意真正的专家给予的这个在防疫方面的指导 大家也知道上海跟我们国家的其他城市情况是一样的 也在大转弯中 奥密克戎的感染率现在也是没有具体数字的感受到应该是挺高的 那杨老师的家庭呢就受到了波及 所以今天他就不能来录节目了 今天的节目就只有我一个人 那呢我就是还是老套路给大家读点东西 之前可能节目里稍微提过一点 上海我最近在看一本上海的这个文学刊物 他就叫上海文学 原本看这个刊物的理由呢 是因为上面有陈冲 就是导演也是演员 陈冲的在有自传性质的个人的连载 这个连载的大标题叫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可能晚点再跟大家做些分享吧 然后此外呢 这本杂志也在连载徐浩峰导演所写的这个关于 《红楼梦》的一个解读文章 但他的解读就非常有特点了 会带入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电影文化的一些相关的时代的故事 以及时代环境下一些独特的见解 非常有意思 适合这个喜欢《红楼梦》呢 对电影创作这件事感兴趣 以及电影这件事情如何审美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来阅读 最近呢对上海的这些文学刊物的印象越来越好 之前很早以前就开始读上海的书城 虽然不断的改版 质量和内容的侧重都有些变化 后来呢又发现了《上海文化》这本杂志 因为想读《学浩峰》的关系呢 也开始买收获杂志 到最近呢遇到了上海文学 这些都是上海出版的 跟文化和文学相关的杂志 都蛮有趣的 之前节目里也说过 这个影视行业啊 娱乐行业 在资本主推下 走到流媒体时代 内容越来越多 但是内容的质量 感觉上是越来越差 曾经的大众文化这种 媒介形式 可能更值得大家稍微给一些关注 因为这里搅和进来的这种 企图心欲望 就是跟创作本身 无关的东西呢 可能会少一些 尤其是商业 逐利这一面的 影响可能会少一些 那在陈冲的连载 和《学浩峰》的连载之外呢 我也在看一些 上海文学上面 发表的一些 小说类的内容 就是虚构类的内容 其实我已经很久不看 中文的小说了 以中文为母语的 这个创作者写的小说 我很久不看了 不管长篇短篇啊 那最近稍微开始看 上海文学上的虚构作品 觉得有一些 与上海有关的 蛮贴近我们 现在时下生活的作品 蛮有趣的 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给大家念的 这一篇小说呢 是发表在2022年6月份的 上海文学上的一篇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叫做《上海之夜》 作者是莫英 莫是沉默的莫英 音是声音的音 这个也没有得到这个出版方的批准了 只能说青山 青山啊 所以还是希望跟大家有些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感兴趣 这类文学作品的话 买些上海文学来读一读看 好 下面我开始念 中篇小说 《上海之夜》 莫英 复兴中路四南路一带 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花园洋房建筑群 在若干年间挤满了住客 像曾经靓丽的女子被时间堆砌成大妈 经过重新修缩 又恢复了雍容 成了包含酒店 公寓 商业区的四南公馆 四南文学中心就在四南公馆的外围 二层洋房的一面对着复兴中路 平时是静悄悄不险山漏水的一栋楼 八月后半 小羊楼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活动 因为地处便利 场内除了闻风而来的读者 还有走过路过的上海市民 其中有些人单纯是来蹭空调和休息的 龚青羊站在侧廊的墙边 眺望台上的嘉宾和底下的观众 观众的一排排后脑勺透出专注 人群散发的热量被强劲的空调冷气压下去 建筑外墙隔绝了马路上的缠声和车声 场内清凉又安静 谈话声也就叶佳的分明 匈牙利作家艾斯 讲英文的男低音 翻译的女声 主持人的插画 观众笑 接着金属质地的男中英覆盖全场 说道 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时候 说话的是乔伊达 他没有像艾斯那样穿衬衫打领带 一身麻质 白对金衫搭配宽松土黄棉布裤的休闲打扮 头发很短 两腮留着薄薄的壶茶 真人比网上的宣传照要老一点 仍旧算得上帅气 他在讲早年的海外经历 他们那一代留学生靠奖学金和打工凑合着过 工种选择不多 一般在超市和餐馆 乔伊达运气很好 找了一份家教的活 学生是学了十几年中文 仍然不怎么有效的老太太 他以为老太太想练口语 结果人家想学的是唐诗 老太太说 我见到的活着的中国人 都能跟我讲英语 我只想知道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诗里写了些什么 他的讲述引发了观众的笑声 公亲遥想 乔伊达真的很会讲故事 甚至有可能 这是他献编的段子 在座的如果有乔伊达的读者 一定知道他的留学故事 十五六年前 学环境工程的乔伊达赴美读博 留学期间 出于对中文的想念 或者为了逃避论文带来的压力 他开始在某个小众的文学论坛写小说 日军访问人数不过百来人的论坛 活跃成员主要是文学作者和编辑 有种小圈子传阅的私密感 他的小说写的是1945年8月的上海 日本宣布战败前后一两周的情境 主人公有地下党 日本特工 拿着日委政府薪酬做文学翻译的日本左翼青年 德义犹太人 以及开餐馆的青帮人士 宛如谍战剧的背景栩栩不开 发生的却是些家常里短的细节 人与人之间暗流涌动 偏要披挂起社交的外壳斯文周旋 在大时代 个人的算计挡不住滔天海浪 在大时代 个人的算计挡不住滔天的浪潮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一出 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从未预想的境地 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更新缓慢 差不多用了八个月完结 连载期间 底下的回复逐渐热烈 并陆续出现新的注册ID 明显是闻风而来的 完结不久后 八月出了书 继而上了当年的畅销榜 从论坛走出来的纯文学作家不多 乔伊达的往事 经过媒体报道的一轮又一轮重写 越来越像一个传奇 和龚青阳参加过的其他文学活动不同 此刻没人看手机 打瞌睡或者聊天 他很清楚 这是乔伊达的功劳 他说起话来 既不像作家 也不像理工男 有种江湖气 他不引用概念 也不单纯耍嘴皮子 抖的每个包袱 最后都会落回到有关文学的理念上 夜内都说乔伊达是最好的嘉宾 有他在场子就不会冷 毫不意外 今年书展的好几场活动 都有他出现 今天活动的主嘉宾是艾斯 龚青阳进出版社工作一年多 遇上书展 被领导分派了跟嘉宾的任务 邀请乔伊达是社里早早定下的 总编和他有私交 预先打过招呼 在嘉宾名单上看到乔伊达的时候 龚青阳差点想要提出辞职 这份工作还没做多久 想到家里人会说什么 他就忍住了 书展前的出版社忙得人扬马翻 到了上周 他好不容易找到个空档 问总编 我就跟着艾斯对吧 需要管乔老师吗 总编说 乔伊达的新书据说签给某社了 那边估计会派编辑跟着 你见机行事吧 他谨慎地问 那么艾斯的新书 总编说别操这份新啊 他这次来 能把库存消化掉就不错了 龚青阳想起大一那年的超市打工经历 给某品牌的酸奶做促销员 端着小杯子站在冷柜面前 见人就迎上去让人品尝 见面前他有点同情艾斯 到这会儿和艾斯相处了一天半 他意识到自己早前的同情很幼稚 艾斯对整个世界有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 他藏在眼镜背后的眼睛总在观察 或许大脑还在不停地记录 对他来说 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是件神奇的事 修量如何根本不在他的关心范畴 思绪飞了几分钟 等龚青阳回过神 场内已经进入观众提问的环节 一名男观众站起来 开口就是英语 问有哪位作家给您的影响比较多 接着用中文说 这个问题想问下乔老师 翻译像是有些无奈 把观众的问题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 艾斯简短的回答说 如果只举一个名字 我想说卡夫卡 等这句话被翻译完 乔伊达举起话筒 说道 上海果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每次来参加活动都会遇到用外语提问的 如果是来法国作家 德国作家 就用法语德语的 我今天还想呢 会不会有读者讲匈牙利语 他停顿 等观众笑完 他又说 我前面说过 写作有点像木匠活 现在这位先生的提问 等于在问木匠的师诚 不过作家和木匠是不完全一样的 木匠呢 有师傅 作家呢 你可能有很多个师傅 或者没有师傅 看他讲话的架势 工匠以为后面会有更长的展开 不由的扫眼手机的时钟 按照惯例 最后要留十分钟给嘉宾来签售 乔伊达停顿片刻 像主持人一样说道 时间不多了 最后再请一位读者提问 他瞧见我看手机了 贡清阳有一丝窘迫 又想看手机嘛 谁也不知道是在看什么 场内 一位女观众 获得了最后的提问权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 想单独问一下乔老师 我是您的粉丝 请问 您觉得在这个时代 文学还有意义吗 贡清阳差点笑出声 上了一年班 他参加过的文学活动 大概有七八场 但每一次 真的是每一次 都听到有读者 问文学的意义 该说这些人 想的太多 还是想的太少 而且点名问 乔伊达也很古怪 那名女读者 似乎只是为了 让作家注意到自己 签售台那边 有人轻声喊 龚老师 龚清阳赶紧走过去 图书公司的年轻男孩问 除了艾斯的书 也带了些乔伊达的 要不要放在一起签 龚清阳看一眼 红绒面的桌面上 马堆的书 艾斯的一种 乔伊达的两种 他心想 哎呀 真是不会办事 要签售 也不能一张桌子上 挤两个人 他耐心的说 乔老师 马上要赶下一场 在南京路 对方说 我有个朋友 想要他的签名 我本来打算帮忙买一本呢 龚清阳说 趁他还在 你过去让他签吧 要快 我这笨人帮你守着 主持人的声音传来 再说活动结束后 有签售 请到那边排队 龚清阳麻利的 拆开诉风 艾斯被工作人员领过来 他请他坐下 把书翻到匪页 放到他的手边 有几个人过来排队 龚清阳告诉他们 买书请扫二维码 不打折吗 有人小声地问 作者签名还想打折 龚清阳忍住了付匪 挤出一个笑容 说不打折 抬头的瞬间 大厅的灯光下 人群聚集在对谈的讲台下面 就像人民公园抢食的鸽子 人堆的中间想必是乔依达 好多读者带了书找他签名 又有人问 这边乔依达的书卖不买 龚清阳像复读机一样说了几遍 龚老师不在这边签 买书可以的 请扫码 找艾斯签名的人不多 他在签名旁画了一朵花 签完对人笑笑 用中文说谢谢 艾斯也注意到了 乔依达被包围的盛况 换成日语 对龚清阳说 乔先生真受欢迎啊 语气是坦然的羡慕 龚清阳用日语回答道 是啊 有个中年男子拿到签名后徘徊不去 听见对话 立即对龚清阳说 你会匈牙利语啊 龚清阳认出此人就是刚才问打折的 生硬的说了一声 不会 昨天他从机场接了艾斯 两人一直在用英语聊 他提起自己是日语系的 艾斯便换成了日语 让他一惊 他笑笑说 我的前妻是日本人 艾斯的日语和英语都算得上流利 龚清阳说 英语反应要慢一拍 后来他们就一直以日语交流 想象蛮神奇的 一个中国人 一个匈牙利人 共同的语言却是日语 他想起还有件事 和艾斯打了声招呼 往大厅去 乔依达身边的包围圈散了大半 余下三四个人 龚清阳喊了一声 乔老师 举手示意 乔依达和读者们说了句什么 朝他走过来 他用左手食指和中指 加了只秀丽的笔 像举着烟 差点忘记了 您的嘉宾费 龚清阳递出带有社彪的信封 他看也不看 随口道谢 将信封对折 往长库的后带一塞 龚清阳见他急着走 妈说 等一下 还要请您签收 他仰起一边的眉毛 半笑不笑地说 陈一文搞这么正事啊 陈一文是总编的名字 龚清阳名嘴没接话 递出签收单和水笔 乔依达不接笔 用手上秀丽笔签了浓重的三个字 乔自明 原来乔依达是笔名 艾斯作文签收 稍作休息 之后要参加晚宴 当艾斯得知龚清阳 只能陪着过去 不能列席 立即显得不大情愿 龚清阳笑笑说 我可以在附近简单吃点 晚宴结束之后带您游览上海 艾斯回房间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龚清阳等在酒店的大堂 用手机把活动照和短文 发给营销部的同事 让那边用官方号发微博 等微博发出来 用的照片 却不是他远远拍的观众席和嘉宾 显然是专业相机 近距离拍的成品 两位作家各一张半身的特写 艾斯举着话筒 乔依达一边沉思 看这照片 这俩人是相差十几岁 实际上艾斯只比乔依达长四岁 艾斯少年白的卷发 蓬在肩头 加上庞大的身形 和戴帽眼镜 使他有种老成感 龚清阳问同事 照片是谁拍的 同事说 你不知道吗 斯南有个热心读者 每场活动从来不漏 占据最好的位置拍照 他想起来 确实第一排 有个叔叔举着长焦 他当时以为是媒体的人 读者真是各色各样 他想起那个 问乔依达文学艺的年轻女孩 乔依达怎么答的 龚清阳当时走开了没留意 这会儿生出迟来的好奇 晚宴包了一家饭店的宴会厅 离酒店不远 据说以前一向是冷室西餐会 今年新领导上任 改成了中式的园台面 龚清阳才艾斯会喜欢中餐 意外的是艾斯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 对龚清阳说 我们走 他旁边还多了个人 那人小兮兮的用日语打着我说 初次见面 我是虚川 龚清阳虽然是日语系毕业 阅读口味偏欧美 并不熟悉日本的当代作家 早先在书展的宣传物料上 看到过虚川方泽的名字 顺手查了下作者和作品简介 好歹能对上人 记得虚川在今天上午有过一场对谈 嘉宾同样是乔依达 活动名字好像是后311时代的写作 他用禁语向虚川问号 然后问艾斯 怎么不参加晚宴 艾斯摆摆手 说道 我们自己吃 轻松些 晚宴太累 龚清阳想 您倒是轻松了 回头领导一定会训我 他也不好再劝 领着两位作家出了饭店 天已经黑了 马路仍是亮的 路灯 商场照明 行道树上的装饰灯球 广告屏 所有这些交织成明晃晃的光污染 城市上空 演映着一片诡异的粉色 艾斯问龚清阳原本打算吃什么 他说 馄饨 艾斯呢 听不懂这个日语词 他又用英语解释 旭川在旁边说 混沌好 上海的混沌 混沌店在威海路 龚清阳觉得距离太短 不好打车 便带他们走过去 夜晚的马路 拢着一层残留的暑气 艾斯不知何时去掉了领带 敞着第一粒扣子 边走边用方格手帕擦汗 旭川身上是一件花衬衫 白底上坠满了蕨类植物 深深浅浅 卷曲的绿叶 显得清凉 他边走边张望 忽然说 全是明表店 上海人这么喜欢明表吗 南京路的这一段 有好几家国际一线品牌的表店 龚清阳路过无数次 从未进过店里 听到日本作家的疑问之后说 顾客不一定是上海人 那就是说 中国人都喜欢昂贵的手表 乔先生也戴的是很贵的表 他说的是乔一达 龚清阳淡淡地说了声 是吗 日语的这句话很好用 说了等于白说 他觉得西川有点咄咄逼人 什么事都要概括为国民性格 有必要吗 馄饨店里的人不少 龚清阳带着他俩上二楼找了座位 等服务员过来 点了小馄饨和炸猪牌 服务员摆出收钱的架势 他这才想起自己没带现金 这家店没有移动支付 他一向都知道 今天给忘了 他环顾四周 想找个面扇的人 用微信转账换点钱 艾斯一直在关注他和服务员的互动 问他怎么了 不能用手机付钱 我没带现金 艾斯得意道 我有现金 说着从裤兜里摸出了带有社标的信封 怎么能用嘉宾请客呢 龚清阳连忙的拒绝 艾斯不听 出租100元付账 徐川在旁边感慨道 原来中国也不是所有的店都可以用手机支付 店里的冷气不足 吃砂锅馄饨有点热 龚清阳见到艾斯频频擦汗 后悔带他来这里 艾斯说 馄饨真美啊 他听了一愣 汤里扶着黄的蛋皮绿的葱花 小馄饨的皮像沙一样薄 褶皱透着肉馅确实好看 徐川说馄饨好极了 炸出牌我是喜欢日本的 片刻后又说 龚小姐是上海人吗 艾斯说 龚小姐的曾祖父是福建人 后来到了上海 关于怎么来上海的 他给我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所谓神奇的故事 是龚清阳曾爷爷的亲身经历 曾爷爷生活在福建的一个小城 考上了福州的中学 从家乡往福州水路迢迢 船要走三个多小时 每次去学校待一个学期 学期结束才回家 中学二年级 他回家搭乘的扩船 遇到了劫匪 那是民国建立后的动荡年代 一些人聚集成匪 可能转天就扯了星奇号 成为了正规军 水上的抢劫 不是抢完就完事算了 如果劫匪判断乘客有油水可榨 会将其带走 放话让家人赎身 龚少爷和另外几个人 被关在了破庙里 等了差不多一周 其他人陆续被赎走 只于他一人 龚家是做生意的 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 他想难道大哥不想花钱 宁可让弟弟去死 等待让他耗尽的耐心 脑海中不断浮现糟糕的念头 看守破庙的人换了几轮 一天新来的守卫当中 有一个是他认识的 这个人从前在店里当过伙计 那人找机会告诉他 现在龚家分裂成两派 一派主张花钱 一派要去请军队剿匪 两派互不相让 吵得很凶 又说 你如果要逃 我今晚帮你逃走 明天我就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 帮不上你 他知道 前任火鸡愿意为他冒险 无非是想要向他逃赏 他也知道 逃走可能引得匪徒狗急跳枪 说不定留在这里 继续等才更安全 他只有16岁 第一次需要自己做出重大的决定 最终他选择跟着火鸡逃走 他实在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压在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上 巧得很 第二天凌晨 正规军攻打了那群土匪 他后来想打起来一团乱 要是自己留在破庙 说不定会因此丧命 这场被绑架的经历 让他得出一个结论 人能够依靠的 唯有自己 中学毕业后 他没有按家人的愿望成为教师 而是选择从军 他以为在乱世中这是最好的出路 此后他又遇上了若干次选择 每一次他的判断都算得上明智 包括后来加入共产党 他不光为自己决断也替下一代筹划 他的儿子 龚青阳的爷爷 成年后当了老师 只因做父亲的反复说 国家开始建设 老师或者科学家是最好的职业 龚青阳爷爷的性格和曾爷爷不同 他不爱做决定 也从不对家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这就造就了龚青阳的爸爸 一个没上过一天班的人 现在有个专门的名词 形容这种人 啃老族 龚青阳潘艾思 接下来会说出 白天遇见自家爸爸的事 还好没有 那会儿离活动开场还有一个小时 附近的咖啡馆满座 艾思不肯坐在斯南公馆的二楼等 说宁可在外头透气 他只好带着艾思到复兴公园走一圈 偏就这么巧 遇见了爸爸和他的舞伴 混在一群中老年人中挑摊个儿 龚青阳不好装作没看到 为彼此做了介绍 说这是我爸 这是作家艾思先生 艾思当面赞叹道 您是个了不起的舞者 龚维画用英语说出来 再强的戏剧感也变得自然 爸爸也回忆英语 道谢后问艾思 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 喜欢上海吗 用上海话对龚青阳道 这人英文口音怎么这么重啊 东欧国家来的吗 龚青阳微微温怒道 我在工作 不和你说了 虚川得知艾思听了好玩的故事 表示羡慕 说能聊天真好 他在这边的编辑不懂日文 英文也不大行 龚青阳想起虚川和他们走的时候 也没人照看 便问道 带您的编辑呢 虚川说 送乔先生去机场了 乔先生忙得很 说是明天北京还有个活动 龚青阳懂了 虚川的编辑舍下嘉宾去陪乔一达 这是对那一位有所求 他不由的庆幸总编和乔一达够手 没有拍他做什么无用功 从馄饨店出来 七文比刚才降了少许 总算有点夜晚的感觉 龚小姐的日语讲得很好 虚川像是工伟的说 可惜我的书不带你们设 龚青阳尚未独立做过书 尽设到现在 除了帮其他编辑看初审 就是做些营销辅助 他也没提交过新书的选题 说真的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当个编辑 他客气地回道说 我还是个新人 艾斯忽然说 龚小姐不写小说吗 他有些狼狈 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小说的 艾斯说你会讲故事 徐川说 小说不仅仅是故事 文学圈里的人都爱这么说 不过呢 我就不喜欢他们这种论调 没有故事哪来的小说 今天上午的活动 乔先生也讲了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编的 可惜翻译讲得太讲略了 我看他说了挺长的一段 龚青阳想起他们的活动主题 心头微动 那个能看到前世的西藏喇嘛的故事 你当时在场吗 徐川有些激动 龚青阳摇头 艾斯立即意会到了 是不是他在书里写过 你和我们说说吧 我讲就变味了 是短片节里的一篇 好像有英文版 龚青阳边走边有手机搜索 有的 书名是最初和最后的故事 那是乔伊达的第二本书 虽然有上一本八月的成绩作为铺顶 两年后出版的最初和最后的故事 小亮惨淡 他的第三本书也没有引发多少关注 沉寂若干年之后 乔伊达以悬疑小说野生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为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例如 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界限等 他最新的石中火则是科幻 似乎铁了心要破戒闯入类型文学圈 龚青阳也是此刻上网搜索才发现 最初和最后的故事 虽然在国内翻向平平 却有好几个语言的译本 除了英语 还有法语 意大利语 徐川在旁边问 龚小姐读过乔先生的书 他迟一片刻 点点头 徐川没注意到他的窘迫 说采访我的记者问我有没有读过 我说没有 我看不了中文 记者又问 翻译到日本的中国作家 您看过哪些 有没有喜欢的作家 真的是太奇怪了 就像在问 日本料理店的厨师 你喜欢中国菜吗 你觉得哪家中国菜比较好吃 艾斯笑而不语 给艾斯的媒体采访 安排的不多 只有两家 龚青阳事先看过记者准备的问题 帮他们做了修改 有些问题确实莫名其妙 让人感到媒体现在越发不行了 有能力的人也不会在媒体待着 就像龚青阳的同学 少数读博 多数呢 在培训机构或者日期 同学群里听说他在出版社 立即有人问能否出版论文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确实也有做包销书的社 他工作的地方相对商业化 要考量每本书的销量 出版行业整体不景气 大社小社出版公司乃至工作室 都是市场浪潮中的小周 他随波逐流环顾四周 比当年被绑在破庙柱子上的 曾爷爷更恍然 混沌店位于静安别墅的后门 同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建筑 四南公馆就是花园洋房 静安别墅则是新式里弄 造影简洁的二层小楼 纵横城行 中间的巷道足以行车 龚青阳记者 他念研一的时候 这里有家私人图书馆 借用了布拉尼奥的书名 不知何时 图书馆变成了一间成衣工作室 他率先走到其中 一户人家的后院按了门铃 有人隔着对讲机问 哪位 他打 我来找小秋 门锁开了 他推门 示意两个人进去 门内的小院一角有棵玉兰树 枝丫伸到房顶 一楼对着庭院的玻璃落地门 被树遮挡了大腕 室内照明是蒙蒙的亮 隐隐绰绰能看出里面摆着机组沙发 这地方乍看向哪家的客厅 其实是一家五正经营的酒吧 龚青阳在见到艾斯之前想好了 如果他只能算是不讨厌 就带他去冰江 随便找间咖啡或者酒吧 从那边眺望一下外滩 对外国人来说足够上海 如果他亲切可爱 就带他到曾经跟朋友来过一回的暮色 暮色酒吧是另一种上海 在老房子里悄悄地生长 不张扬 自得其乐 挨着落地玻璃的座位 被一对情侣占据 他们三人到吧台的一桌落座 一个年轻女孩过来递上菜单 女孩叠穿黑白两件背心 露出肌肉线条利落的手臂 其中一条胳膊布满绚丽的纹身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贴纸 旭川把菜单从头看到尾 点了威士忌嘉宾 艾斯说要一样的 龚青阳说想要柠檬口味的调酒 女孩就问你喜欢什么基地 龚青阳说随便 女孩扬眉到偏甜还是偏苦 龚青阳说真的随便 说完他意识到 自己是个不爱做选择的人 即使服务生也是调酒师的女孩 回了的吧台 龚青阳猜想或许她就是小秋 上次忘了问朋友 艾斯朝着龚青阳说 乔先生那篇小说 喇嘛的故事 到底讲的什么呀 我很好奇 等不计看书了 你能简单讲讲吗 我讲就没意思了 真的 还是看书吧 不过重点不在喇嘛 并不是宗教故事 第一次读到那个故事的微妙感触 游在心头 五月的一天 这个标题评断 让人无从预期故事的内容 主人公我 在安徽长大 曾赴美留学 回国后没有上班 成了作家 有一年春末夏初 我在西藏漫游了小半个月 和朋友约在成都 打算移到去浪中等地 从拉萨飞成都的航班是晚上的 剩下一整个白天 我对拉萨已经审美疲劳 于是包了辆车 前往一个多小时车城外的村子 朋友的朋友在那边搞了个手工合作社 我想去看看 到村里问 合作社的地点是以前的小学 广东元建的新校舍盖好之后 老学校闲置下来 直到去年 工坊入住 我找到大门走进去 独自夺过无人的走廊 操场那边竖着空荡荡的旗杆 被西藏的蓝天趁得寄聊 歌声朦胧地传来 顺着歌声 找到了女人们工作的教室 他们坐在模样原始的枝基前 合着纺织的节奏 哼唱不止 我很快注意到领头的人 他身穿着脏袍 梳着发迹 让他和其他女人区分开来的是眼镜 戴帽粗犷眼镜 透出城市的气息 他不是美女 让我有少许的失望 我进屋道明身份 他倒了甜茶 向我讲合作社的诸多事宜 聊了一会儿 我感到自己刚才的失望太过庸俗 如朋友所说 他是个有趣的人 每个在西藏长期居住的人 都有他或者他深爱此地的理由 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发起合作社 以为会得到理想主义的答案 没想到他反问 没想到他反问道 你相信前世吗 他说附近一所寺庙的喇嘛 能看见别人的前世 我从前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本想说自己不信这些 但鬼齿神差的 我说出口的却是 在哪里能见到你说的喇嘛 他说等会有客户要来 不能陪着去了 给了路线 我让司机开过去 反正时间很充裕 寺庙在一座山坡上 西藏常有的情形 硕士寺其实是一串 沿着山坡排列的小房子 每间房内摆满了 大大小小的佛箱 燃着苏油灯和烛火 摆着木卷箱 根据他的说法 那个喇嘛的房间 在山路转弯的地方很好找 我沿着台阶往上爬 穿过一间又一间幽暗的小庙 有的房间里坐着喇嘛 在念经或者做手工 有的房间空无一人 在高原上爬几步就开始喘 到了转弯处 眼前的与其说是建筑 不是说是沿山壁搭建的棚子 着实地简陋 我的好奇心被消磨得快没了 进棚一看 里面坐了个喇嘛 年纪很小 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 棚内悔暗 高高低低摆着好几座佛像 地上燃着几盏苏油灯 苏油味泥漫四周 另一头的门外阳光灿烂 门框被映称为明亮的白色长方形 像通往某个未知世界 这是师父出去了 只留下徒弟 地方这么小 居然能待两个喇嘛 我有些失望和诧异 试着搭话 问 这里就你一个人吗 意外的是 小喇嘛会讲汉语 立即说 你不是人吗 哦 我听说这里可以问前世 没有前世 只有从前 什么是从前 过去死了 就叫从前 要么是对方的汉语不够好 要么是少年喇嘛的语言能力 好到足以打击风 总之 我来了兴致 摸出五十元纸币 放进募捐箱 又问 那你能看到我的从前吗 小喇嘛说 从前你在四川 周围是水 庙里有个大胡子 虽然是四川 菜不辣 我心想 这是打雅谜吗 接着想到 这本描述 倒是很像 自己要去的浪中 浪中灵水 有汉还侯瓷 也就是张飞庙 而且浪中 著名的张飞牛肉 是酸咸口的 正在惊疑不定间 小喇嘛点起一只蜡烛 灯光照亮了他的手 他做了个手势 我随之看向蜡烛 应该只有短暂的几秒 又像过了许久 我的从前 渺茫如影 清晰似火 烛光照见了 早已被抛却的童年 有人喊 动动 我知道 那是自己的小名 事实上 从小到大 我一直存有 如真似幻的模糊记忆 父母并非我熟悉的模样 而是另外两人 脑海中还有一个名字 动动 念小学的时候 我问爸爸 动动是谁 爸爸说 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烛火被小喇嘛掐灭了 某种确信 如当头的凉水浇下来 我的确生在另一个小城 或许是浪州 在那里 我是动动 过去死了呀 心的一辈子落在安徽 我是在幼年时被拐走的 慌乱间我奔出简陋的棚子 急步下台 匆匆穿过一间又一间庙宇 回到车上 我去了机场 改迁程去北京的航班 对成都那边的朋友 我只说是临时有事 免不了被一顿抱怨 到北京是5月10日的夜晚 两天后 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如果我不曾仓促地改变行程 就会和朋友一道被困在浪中 如果运气更坏 说不定会受伤获得死亡 但我 来不及对自己躲过一劫 感到庆幸 几天前在喇嘛庙的体验 占据了全副身心 摇歪着我的根本 小说到此 戛人而止 乔伊达选择在他与须川的对谈中 讲述这个短片 恐怕不仅仅是题材 涉及到地震的缘故 他懂在各种场合 重提他不怎么卖座的第二本书 龚青阳没读过旭川的中文版新书 只看过网页上的梗概 主人公是个失去女儿的单亲爸爸 在311大地震后 沿着海岸线徒步 风餐露宿 此刻 听到龚青阳说 不是宗教故事 旭川点头赞同 补充道 我觉得那是个关于命运和自由意志的小说 作家可真能概括呀 龚青阳小 酒上来了 三个人碰杯 旭川吞下一大口 忽然说 我给你们讲一件往事吧 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因 也和命运 或者说自由意志有关 艾斯说 要么是命运 要不是自由意志 到底是哪个 旭川微笑说 二位可以听完了 再自行判断 我从大学毕业 是在20多年前 旭川说 要是在早几年 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的崩溃 我运气不好 撞上了就职困难的年月 只有特别拔尖 或者有门路的少数人 才能找到企业的工作 进不了公司 人也得想办法过活 我在建筑工地 只会交通 这活薪水不错 问题是 想到自己明天后天 要做同样的重复劳动 我有些心慌 工地的工人们 拿了工资就去喝酒 去赌 我不像他们那样 肆无忌惮地花钱 把钱尽可能地存了下来 第二年 我有了些积蓄 足够去欧洲玩一趟 要是省着用 可以待两个月 夏天一到 我就辞掉工作 去了法国 日本人对法国 好像格外的偏爱 共青阳想起 日剧里看到的 面包房 咖啡馆 一个个店名 都是法语 他没有插话 继续聆听 那是像喝水一样 喝着冰开始融化的威士忌 说起来 我是第一次出国 感觉一切都很新鲜 带劲 我的行李就一个背包 牛仔裤只有身上的一条 在洗衣房 等裤子洗好的时候 身上只有短裤 不舍得住旅馆 从一地到另一地 经常是坐夜间的大巴 途中在休息站洗澡 就这样 晚上坐车 白天玩 感觉白昼永远不终极 我遇到了各种的旅行者 用磕磕巴巴的英文 和他们聊天 好多人以为我是高中生 欧洲人判断不了 亚洲人的年龄 有人请我喝咖啡 还有人给我吃的 旅途中 我一路收到了许多的善意 要是有可能 真想这样一直走下去 但是现实常常给人浇凉水 我玩过了南部 再到中部 在一个村子上 遇到了劫匪 劫匪拿走了我的现金和护照 去了警察局 警察不会说英文 虽然听不懂 但我大概明白了 他的意思是我运气不太好 至于能否抓到劫匪呢 他怂怂肩 一直以来 法国人让我感觉 特别舒服的一些品质 比如说随意 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当我面对警察的时候 这些优点全都变成了缺点 比起沮丧 我更多的是生气 弃劫匪也弃警察 有那么一会儿 我没了力气 坐在警察局门口的台阶上发呆 我的内裤 有个缝上去的暗袋 藏了一点钱 这个窍门是出国前朋友交的 我只后悔 暗袋的钱放少了 要重新申领护照 得到巴黎 我的钱不够去巴黎 只购买去里昂的车票 里昂毕竟是个大城市 到了那里 我可以试着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日本人的机构 问他们借点钱 不过等护照下来呢 总要一段时间的 不又该怎么生活呢 那是九月 坐台阶上很晒 我可能晒得有点中暑了 脑袋乱糟糟的 一会儿就一个念头 我知道去最近的大巴 需要走到另一个大一些的镇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太累也太热 我丧失了行动能力 干坐着 直到有人递给我一罐冰可乐 对我说 别坐这里 跟我来 和我说话的是 旁边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他英语不错 冰凉的可乐喝下去 我重新活了过来 我借用店里的洗手间洗了把脸 慢慢地向他讲了我的遭遇 老板说 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你是没钱去巴黎 我说 我的钱只够去里昂 说的时候 我生出点希望 这人挺好的 是不是能向他借点钱 知情他说 就算你到了巴黎 还要等护照 买机票 要花不少钱呢 他说话的语气 仰然在看热闹 我的心又开始往下沉了 老板像是看出 我的表情有变化 哈哈一笑 说 你愿意工作吗 我说我没有护照 怎么工作 他说 这就是乡下的好处了 小伙子 法国是个好国家 我以为老板是让我在咖啡店打工 结果他把我介绍到了葡萄园 那地方的葡萄品种 叫做加美 是最早采摘的 每年采摘季 年轻人从城市结伴到来 做一两个星期的采摘工 摘葡萄比在工地 只会交通辛苦 但我也没什么好挑剔的 管吃管住 还有钱拿 说到吃 我在法国一直是面包加奶酪 而买便宜的烈酒 葡萄园吃得好极了 光是奶酪就好几种 大盘的沙拉 大盘的火腿 还有红酒炖牛肉 中午和晚上 饭桌上摆着葡萄酒 一升装的大瓶 喝酒管够 至于住宿条件 也不能说不好 一间屋里塞满了两排双层床 男女混住 其实就算一开始男女分开 意义也不大 他们到了晚上 就乘伤重队睡在一起了 吵得很 但我太累 照睡不务 葡萄园的收入不低 这会儿人也没有存钱的念头 我听他们在饭桌上最熏熏的交流 有人打算买二手车 有人说去年干活的钱都买了大妈 我感到一种空虚 这和日本的工地没什么不同 都是货币的循环 人们工作 赚钱 把钱花出去 再工作 赚快钱的地方 循环显得更加的空虚 缺乏意义 艾斯举手叫人 不见人来 便起身 他端起两只空杯子 对循环说 你要是早生肉干年 应该会成为革命者 再来一杯一样呢 龚庆阳稍一愁愁 错过了起立的时间 便继续赖在了沙发里 他的酒还剩半杯 喝起来更像柠檬汽水 而不像鸡尾酒 可能在酷酷的女调酒师眼里 他就适合小甜水 艾斯回来了 说那姑娘蹲在底下看视频呢 循环说 日本现在也一样 地铁上的人都在看手机 没人看书 要是有个天写东西活不下去了 我就回工地干活 龚庆阳立即说 您太谦虚了 艾斯说 不过中国看书的人还挺多的 活动来了那么多人 那是因为人口基数大 还有参加活动的人并不都看书 有些仅仅是凑热闹 龚庆阳不忍心如实告诉天真的匈牙利作家 催着徐川往下讲 徐川说 我在葡萄园待了两周 采摘季的最后一天 有个小伙子扮成了酒身 全身上下只挡了片树叶 酒庄的工作人员在后面追他 人们跑啊 喊啊 笑啊 最后把他扔进了装满葡萄的大桶 我也喝他大醉 第二天 大伙拿了工资 各自上路 我去找咖啡馆老板道别和道谢 忘了说 他叫热内 见了我热内大笑的说 你现在看起来像个法国农民 他没说错 我黑了 瘦了 学了些简单的法语 变化不光在表面 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不一样 说不好那是什么 我想起一句话 劳动创造人 热内开车把我送到了镇上 我买了到里昂的大巴票 打算从那里转车去巴黎 我和热内拥抱的时候 我想哭 我忽然意识到 人生很差 但我未必还能回到这里 车快坐满了 我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看着热内挥手离开 几分钟后上来一位孕妇 我注意她的目光 就把座位让给她 改做靠通道的位置 刚坐下 我感到有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靠背和座椅的假缝里 戳着我的尾骨 难道是你的护照 龚腔惊讶地问道 忘了用静语 续穿一笑 哪有那么戏剧性 我把那东西抽出来 发现是一本文库本 对 日语的小书 说起来 我差不多有两个月 没看过一行日文了 从日本出发的时候 我倒是带了两本书 看完就往路上的咖啡馆 随便地一扔 大巴上的那本书 没有了外风 磨损得很厉害 作者我只听过名字 上个时代的作家 对我来说是阅读范围之外的 换了平时 我根本不会看这本书 但一方面 我沉浸在离愁之中 想让自己振作起来 另一方面 久违的母语 实在是亲切 这个时候 就算是一张 就算是一张宣传单 我就会认真的 从头读到尾 车抵达里昂 书还剩下一半 我没有立即买下一程的车票 找了间咖啡馆 坐在那里 把整本书看完了 我从来没看过 这么动人的书 他闭上眼睛 仿佛在体会多年前 那场阅读的余韵 和尚书的同时 我产生了个念头 或者说一种确信 我要写作 原来如此 艾斯说 这就是你成为作家的原因 既可以解释成命运 也可以解释成自由意志 全看人怎么想 续穿举杯 艾斯也拿起杯子 龚青羊紧紧的 龚青羊赶紧和他们碰了一下 他此前听得太入神了 这台发现艾斯的酒送来了 不光是他俩的 他也有杯新的鸡尾酒 倒三角杯里是白色的液体 里面斜躺着一只牙签 坠了两粒橄榄 上一杯酒还剩三温之一 外壁运开的水汽 让杯垫积了水 他拿起桌上的纸巾擦拭 听见艾斯说 整件事也可以看成是小说对你的召唤 看我们这一行的差不多都遇到过这种时刻 龚青羊问 艾斯先生也遇到过 作为听故事的回报 我也讲一段吧 这要从我早年的一篇小说讲起 小说是第一人正写的 我就直接说我吧 艾斯说着 视线缓缓地划过 虚川和龚青羊的脸庞 差不多60年前 我是个大学生 当时匈牙利大学生经常举行秘密的集会 我也是集会的一份子 我们的据点之一 是某教授的家 教授为我们提供他家的客厅 倒不是因为赞同我们的言论 他算是中立派 我猜 他喜欢在年轻人当中 这让他感到重新实惠的青春 他不仅让我们使用客厅 还让他妻子为我们做点心和咖啡 教授的妻子 我们很大夫人 直逼我们大四五岁 曾经是教授的学生 他很少参与我们的讨论 但每当他智慧的黑眼睛看过来 发言就会变得更加热烈 后来回想 我们真的是为国家的未来 聚集在那间客厅的吗 可能我们当中的不少人 借着对政治的关心高谈阔论 只是为了接近他 就像熊孔雀在雌性的面前开评 对此教授一定感觉到了 而他是否怀着雄性的自豪 检视着他的伴侣的魅力呢 不论他是否有过这样的用意 后来一定会感到代价惨重 风生日渐的紧张 不光是我们的一些同伴 教授也被捕入狱了 我想去慰问一下夫人 我猜他独自在家一定非常的不安 我带教授被捕后等了几天才去 害怕有人监视他的房子 先在附近走了走 查看动静 教授的家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正好在路的夹角 从路口抬头就可以望见客厅的窗户 那是个阴天 客厅窗帘拉的岩石 如果我不是竖着耳朵 很可能听漏了动静 男人和女人在争执 虽然刻意压着嗓门还是有轻微的声音露出来 我站定了仔细听 一个声音是夫人的 另个我也认识 那是Z 和我同校不同系的学生 我曾经这样猜测过 他是导致教授被捕的告密者 而此刻 他正在建议夫人离开 我忘了谨慎 绕到正门冲上台阶 用力地按门铃 门一开 我就闯了进去 夫人在我身后 显得手足无措 我走进客厅一看 里面没人 我才Z 听见了门铃 就从后门溜走了 我心头火起 严厉地质问夫人 Z到哪里去了 她没说话 眨了几次眼 我就才发现 憔悴给她的美貌 带来了改变 如果说 她曾经像一只美丽的鸽子 那么这时 就像羽毛蓬乱的斑鸠 我想要温柔地待她 语气却越发地凶狠 我说 Z是整件事情的罪贵祸首 正是为了得到你 她才去举报了教授 夫人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 到了现在 你还要包庇她 我们又说了一些话 最后不欢而散 那是我和夫人 最后一次见面 入冬之后 依旧不断地有人被捕 另一方面 游行并没间断 我没有再参加任何的机会和游行 夫人的拒绝像一堵墙 我感到 曾经让我燃烧热情的理念 都在墙的那边 离我十分的遥远 是的 那天在教授家 我在气急败坏的状态下 向她施爱 还试图吻她 她拒绝了我 我迟了一年 拿到了全部的学分 进入报社工作 念书的时候 我想象过很多种未来 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乏味的上班族 记者也不过是一份工作 我和昔日的同伴失去了联系 我猜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应该和我一样变成了普通人 上班下班 最大的开心就是发心日 有一年 我去地方上采访 在宾馆大堂 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是当年聚集在教授客厅的成员之一 他说自己这些年 都在老家的银行工作 我们在酒吧做下叙旧 他说起一个个人名 我觉得像是叙旧以前 读到的书上的名字 突然 我听到了教授的信 他说 教授几年前出狱了 没能重返大学 如今在中学教授 我忍不住问 夫人和教授在一起吗 他古怪的看着我 慢吞吞的说 夫人的事 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 其实伙伴们当中不少人 认为是你让教授坐牢的 不过我是相信你的 我感到荒谬 他是在暗示 我才是那个高密者 我说是Z干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说出Z的名字的同时 我一种用刀割开什么的快感 也许我割裂的是自己的过去 这时我注意到 他的脸变得僵硬 像是难以启齿地说 可是Z不就是你的笔名吗 艾斯说日语的声音 低沉又温和 龚青阳恍惚地感到 随着他的讲述 周围逐渐充斥着 无形的重压 仿佛空气变成了褶梨 虚川从鼻子里笑了一声 褶梨状的空气晃了晃 原来是开放结局 有点狡猾 虚川说 这是个好故事 可是离题了 这哪里是小说 对写作者的召唤 我还没讲完 艾斯吞下一大口酒 狡邪的一笑 龚青阳插号说 刚才是小说 接下来要说的是现实 对吧 没错 艾斯说 这个故事收在我的第一本书里 通常新作者短片集不好卖 我的这本书 据说只卖了几百本 身边的朋友也没人和我讨论 估计他们看了不喜欢 书出版了一年多 我父亲住院 我就探望他 没想到 他主动提起了我的书 父亲是个会计 他看报纸 但不懂看书 在我看来 他也不会因为书是我写的而去读 我成年后和他的关系很淡 这是常有的事 孩子和父母既不理解对方 也不试图理解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苏联的解体 我们周围很多事物都改变了 在我眼里 父亲一直停留在旧的时代 和旧的思维方式 我想知道我们的国家 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看了大量的资料 那个短篇等于是一篇读书的报告 以小说的形式 现在看来不算高明 当然写下它的时候 我很年轻 也免不了自负 以为自己在重述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是自我厌恶和自恋的双面体 有我本人的投影 并床上的父亲说 他读了整本书 觉得写得很没意思 除了这个故事 虽然听不出他是夸奖我还是骂我 我还是有些意外 但接下来的话才叫惊人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了过去的事 并把它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 那就是自己的罪被人揭露 可是很奇怪 我反而感到解脱 说这些话的父亲显得陌生 他的眼睛没有看我 而是一直盯着空气中 仿佛只有他能看见的什么 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 他让老师进了监狱 老师的妻子 他安恋了女人 因为受不了打击 一度精神分裂 他并没有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自我催眠 说那些事都是别人做下的 他虚构了一个同学 逐渐往那个人身上添加细节 到后来那个判 那个被判者对他来说 像是真实的存在 我知道 父亲之所以能有勇气向我坦白 是因为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病得很重 我和父亲都没想到的是 他终究熬过了手术 此后又活了将近十年 从病房的谈话 到他真正的离开 我们再也没有谈过 我写下的那个故事 徐川烫了过气 原来如此 艾斯说还记得我们最初的话题吧 命运与自由意志 我有时想写下那篇小说的是我吗 我真的是以为我自身的意志 选择了某个主题吗 徐川说有时候 现实的影子落在了小说上 至于是不是自由意志 他迟疑不语 龚千尔说 有些时候小说会反过来影响现实 艾斯的杯子又空了 徐川说他去点单 他站起来的同时说到 下面该你了 龚小姐 我 轮到你讲故事了 龚千尔正了正说 我不会 心里想的是 难道是命题作文 命运和自由意志 这谁讲得了 如同听到了他的心声 艾斯说你可以的 我以小说家的名义保证 随便什么主题都行 你自己的经历也好 其他人的经历也好 哪怕先编一个 龚千尔吃掉了橄榄 抿了一口白色的酒 微苦 酸里透着咸 他抬眼看艾斯 那边回忆笑容 老是玛格丽特 我猜你会喜欢的 刚才你喝得慢 看起来不爱甜的 艾斯是个很好的观察者 他确实喜欢这酒 鸡尾酒里的酒精 一点点松开了脑袋里的螺丝 等徐川从返座位 他轮流看了看两位作家 艾斯明天还有个采访 剩下来的时间用来游览 他后天送他去机场 至于徐川 今后多半不会再见 他们是纯文学家 即便徐川说自己的书卖的不好 两人都拥有他向往的职业 应该说他曾经梦想的 龚千尔说 我试着讲一个吧 如果没意思还挺见谅 这故事是我听朋友讲的 不清楚是不是真的 我朋友是个年轻女孩 在网上写丹美小说 第一句刚讲完就被艾斯打断了 丹美 龚千尔想起来了 丹美这个词在日语的原意是丹美主义 意味着以美为最高的准则 奥斯卡王尔德的沙勒美 古其润一郎的春情超都可以作为范例 虽然网上也用来指代BL小说 但是老派人艾斯应该只知道从前的意思 徐川慢了一拍开火说 你说的莫非是BL小说 他点点头脸有些热 不知道是否是酒精的作用 徐川转头对艾斯说 boys love 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 不过不是真正的同志小说 是写给女性读者看的恋爱小说 说成是幻想小说更合适 解释够精准的 艾斯的脸上浮现会议的神色 龚千尔压下了窘迫 继续说 中国的网络小说读者很多 如果是热门的书 能有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 两位作家彼此交换了个眼神 他有些紧张 没有能立即看懂 我朋友 这里就用A指败吧 他不是热门的作者 连载了两本书 每本书的读者都少得可怜 可能把一本书全都看完的 也就一百多个人吧 他不光写也看其他人的 他不觉得自己比当红的作家写的差 可能单纯就是运气不好 虽然完全不红 A有几个热心的读者 在连载期间追着看 给他留言 其中有一个叫麒麟的ID 更是差不多每个章节都有写留言 谈论对本章的感想 猜测后面的走向 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小说 有麒麟看就知足了 说到这里 龚青阳想起日语里的麒麟 指长颈鹿 就补充到说麒麟是指古代的神兽 不是动物园里的那种 A在念研究生 课业呢不算繁重 所以才有时间写小说 他猜麒麟是个高中女生 网文读者很多都是高中生 麒麟的留言很少用表情符号 浅词造句也显得老道 A觉得麒麟有点像少女时代的自己 在留言和回复的过程中 两人是越来越熟悉 所以当麒麟问A要QQ的账号 A迟一片刻便答应了 在中国 手机聊天主要用微信 微信因为有朋友圈 发布日常动态更私人一些 QQ一般用在工作上 麒麟这个要求其实挺聪明的 如果他上来就要微信 A是不会答应的 A不是每天都上QQ 麒麟也一样 遇上鼻子都在线的话 就打字聊会天 他们的关系从作者和读者 更近了一步 A像姐姐一样 把她喜欢的书电影音乐 分享给麒麟 麒麟也总想把感想告诉A 同那些交流中 A发现麒麟有种特别的感受力 她忍不住问 你也写东西吗 麒麟说 当读者这么开心 为什么要自己写 A就说 你还小 以后也许会改变想法的 麒麟说 那就等到以后再说 在他们相熟的过程中 A的第三本书连载完了 近未来反乌托邦题材 和前两本一样 阅读量惨淡 网络作者和传统文学作者的区别在于 你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看了 甚至没法安慰自己 这次连留言也少了 因为留言的主力 麒麟把有些感想 第一时间在Q歌上讲过了 A半开玩笑的说 你不留言 我都没有动力接着写下一本呢 麒麟问你下一本的计划是什么呀 A说 我打算换个路子 写推理 麒麟说 我一直觉得你特别好 不过阅读量上不去总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A有些吃惊 麒麟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 是他不曾见过的 他迟疑着问 你觉得呢 手机屏幕一直显示日 那边在输入 过了好久 麒麟的回话来了 你的小说 前三分之一可以删掉 每一本都是这样 就像一栋房子 前面有个过长的走道 不妨试试看 去掉走道 让读者直接站在大门口 这句话不成 用不到打许久 A意识到 麒麟说不定 先写了更严厉的措辞 又删掉重写 他当然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但他心里清楚 麒麟的话是对的 A把写到一半的新小说的大纲 推翻重写 他其实另有一个 急需修改的大纲 是他的毕业论文 A的导师同时兼任学校领导 太忙了 没怎么管他的论文 暑假前 A期教过一个浮衍的大纲 导师说这样不行 但没有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他见导师一直没有来催 索性就拖着 研究生只剩最后一个血期了 同学都在忙论文 有些人同时还准备 国考或者考博 又有人开始四处投简历求职 他把时间花在 看不到成效的网文写作上 心里不是没有 我只是在干什么的混乱 他开始想要证明自己 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给麒麟看 毕业L小说必须有双男主 这一次的主人公 是书店的老板和刑警 在他们的周围 有一系列案件发生 A将论文资料放在了一边 看了一堆行政科学 还有犯罪心理学的书 他听了麒麟的建议 不再像以前那样 先铺垫主角的过往 开篇就是一场谋杀案 A把完成的新大纲 发给了麒麟 按理这是作者的禁忌 A在发出之前不是没有忐忑 他对自己说 与其在全书完成之后 再后悔没写好 不如先让麒麟提意见吧 读者有时候比作者本人 更能看出问题 不是吗 当晚麒麟的意见来了 说是凶手的动机不足 可以再想想 A有些沮丧 为了掩饰情绪 回复道 你这么老到 真的是高中生吗 麒麟像是压抑地说 我从来没说我是高中生啊 A说 那你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 你知道我的年龄 麒麟说 我肯定比你老 我毕业很久了 A有些意外 所以麒麟是个年长的女性 甚至可能结婚了 有孩子 在空余时间看看网文 并偶然成了自己的读者 艾斯做了个手势 龚青阳中断了叙述 喝酒 试图贫富心跳 酒心让心跳变得更密集 艾斯说 这个麒麟就没有可能是个男的 龚青阳垂眼说 必要读者很少有男的 不过麒麟的性别 在这个故事里不重要 徐川摸着下巴说 是吗 我本来有些猜测 如果性别不重要 我可能猜错了 请接着说 嗯 麒麟像是不想继续年龄的话题 又说 你确定这个故事要写BL吗 A反问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写BL 其他的我不会写也没兴趣 麒麟说 你的两个主人公 我没有感觉到 他们都必须是男性 你如果把书店的老板 换成女性 整个故事也一样成立 如果故事的内核和人物本身 要求你写两个男人恋爱 没问题 但现在这样是硬凹 A完全愣住了 麒麟这番话甚至不像一个BL读者 他想反驳 然而他意识到麒麟是对的 手机屏幕上 麒麟又打了一长串的字 我有个建议 你要么把小说大纲放一放 过一两个月再来改 已经11月了 你不是说你的论文还没搞定吗 不能因为写小说乱了学业 A想 这语气比我的导师还像导师 他说 还是以前好 有距离 你一直夸我 现在距离近了反而不一样了 麒麟说 我终归是为你好 我希望你可以有光明的将来 有好的工作 有更多的读者 这话莫名的让A有些触动 他努力让自己放下小说大纲 开始重新看资料 琢磨论文 从小说转到学业 感觉很难 就像习惯了游泳的人转为长跑 动用的肌肉都不一样 A在网上对麒麟说 好烦啊 论文大纲比小说大纲还难传 而且就算毕业 我这个专业很难找工作 想到还要去求职 简直想哭 麒麟说 你去和导师哭诉一下吧 让他帮你找工作 A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这是麒麟的下一句话来了 你是要写作的人 别把精力浪费在俗物上 导师嘛 就是用来依靠的 A想 所以麒麟果然比自己年长 不然说不出这么现实的话 麒麟似乎变忙了 最明显的是 在线的时间变短了 常常是A这边上了QQ 那边没人 只能留言 第二天受到麒麟的回复 往往是深夜留下的 A因为要忙论文 没有太在意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麒麟互相留言 仿佛回到了在小说章节底下沟通的日子 只是话题不再局限于小说 麒麟很少谈论自身 倒是A这边讲了不少 学业 家人 快乐与烦恼 他都和麒麟分享 A知道有些网文作者和读者 亲近后被反噬的例子 不过他和热门作者的距离实在太远 何况麒麟对他来说早就不仅仅是读者 他生活中的几个好友是高中时代的同学 如今都在上班 他们不知道他写网文 有些话题聊不起来 不相对麒麟 他可以做完整的自己 花在论文上的时间比预期的要久 从元旦到春节 再到整个春天 A一直在写论文 终于卡着最后的时间节点完成了 小说写起来既自虐又愉快 写论文就只有自虐 但不管怎么说 毕竟完成了一件大事 有种满足感 答辩也顺利通过了 A如是重负 接下来只需要领毕业证 也是时候开始找工作了 为了庆祝答辩成功 A和朋友约了晚饭 餐厅靠近外摊 饭后他和另外几个人不同路线 独自走福州路去地铁站 福州路是上海的书店一条街 有好几家大型的书店 A想既然经过就进去看看吧 他记得小说在二楼 乘自动扶梯先上去 先看到写着本周畅销书的黑板 一转弯 书籍马堆着像某种行为艺术 有的纵横交错 有的呈扇形一层层铺叠 A走近一看 马堆的正是黑板上的那几本书 其中有他喜欢的英国作家的新书 还有一个作者 他听过名字他没有看过的本土作家 A不怎么看当代的中国作家的书 促使他拿起这本书的是书腰的文案 他想 这人不是纯文学作家吗 怎么写悬疑 A站在马堆的旁边 那本书随手翻了几页 他的心跳就加快了 他知道自己该买下这本书回家看 但他太急切了 环顾了四周 找了个位置隐蔽的书架 席地坐下 继续往下读 一口气说到这里 龚顾阳口干舌燥 他想喝 他想喝酒润嗓 发现杯子不知什么时候空了 S敏锐地注意到了 问他要喝什么 不能再喝了 能帮我要杯水吗 龚顾阳目送他起身 惊觉自己是在让嘉宾照顾 他从包里摸出了手机 查看微信 都不是什么需要立即回复的消息 还好没有人问起艾斯从晚宴消失的事 他关掉手机屏幕 一抬头 对上了虚川的目光 他笑着说 你这个中场休息真让人着急 艾斯端着水回来了 他道谢 喝水 继续讲 A在书店里坐了两个小时 读了大半本书 听到关店的广播 他带着书去收银台付款 地铁还有班次 他在地铁上继续地读 深夜的地铁车箱 大多数人在看手机 一两个人在打盹 捧着书的只有他一个 在别人的眼中 他一定是一个勤奋的读者 其实他心里满是被背叛的震惊 他很想立刻上QQ质问麒麟 你怎么把我的大纲给了别人 阻止他这么做的是另一个念头 他觉得至少要先读完这本书 再做结论 回到家 A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上一次这样废情忘事地看书 是什么时候呢 他自知像是着了魔 情节背后的骨架似曾相识 见鬼的是这人写得太好了 如果自己来写 绝对没有这么好 而且眼前的书 和他尚未彻底完成的小说大纲 有本质的区别 这不是一本必要小说 主人公是开书店的女人和男行警 作者甚至没有加入常见的爱情系 两名主人公相互欣赏 共同铺案 他们到最后也没有成为恋人 读完最后一行字 A打开了电脑 上网搜索书的作者 不意外 新书刚出来 而且畅销 网上好几篇访谈 A读完了这些访谈 上了QQ 麒麟不带线 他问赞吗 那边没动静 他只好写留言 你其实是某某吧 他打出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 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点了发送件 龚青羊感到有些缺氧 那我们是讲述这个故事 过意耗费能量 他停下来 大口的喝水 只听艾斯说道 你的朋友A 我们就当他这个故事是真的吧 他被另一个作家抄袭了 抄袭的就是他的朋友麒麟 对吗 应该说这是网文作者 被作家抄袭了 艾斯摇头道 发在网络上也是作家 只要写作就是作家 徐川说 我来猜一下后续的发展好了 那个叫麒麟的人从此消失了 龚青羊苦笑了 猜得太对了 一个人想要在网络上消失 真的很容易 徐川说 你甚至没法声称他抄袭 因为你的小说都没写出来 和龚小姐无关 这是A的故事 艾斯打员场班说道 龚青羊想 我还是不该讲的 这两人是专业的 他们已经猜到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要是他们问那个人的名字 我该怎么办呢 只能坚持说 此事与我无关 是朋友讲给我听的 徐川说 要写呀 只有继续写 写自己想写的 才是最佳的复仇 说完 他一笑 请把我的话 转告给A小姐 他又转头对艾斯说 遇到抄袭者是命运 这时候 写还是不写 取决于自由意志 看起来我们今天所有的故事 都没有脱离最初的主题呢 复仇 这个词如同笔之落入心弧的石子 激起了扑通一声回响 龚青羊长在只有男家长的单亲家庭 爷爷的关爱弥补了没有妈妈的缺憾 至于爸爸 他大多数时候更关注他自己 偶尔抽风式的想起来 办一下父亲的角色 每当这时 龚青羊羊 宁可他的注意力 在其他的地方 事情的开端与中盘 与现实一致 只有结尾被他掐掉了一点细节 说起来都怪他爸爸 要不是他一直心血来潮 看了他的电脑 他又怎么会遇见那本书呢 那段时间论文答辩完了 但女儿还是整天窝在屋里 做爸爸的可能怕女儿网恋什么的 才会做出看电脑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 这一看就看到了龚青羊 隔了小半年 重新拾起来 羞羞弄弄的小说大纲 爸爸劈头盖脸的骂了他 意思是 你写的这种小说是什么东西 两个男的谈恋爱 爷爷在旁边也显得震惊了 只说 有话好好说 不要骂羊羊 龚青羊从未见过爸爸 额头抱起青筋的样子 那样子可以说是猙獰 他平时总是笑嘻嘻的 饭桌上一向不提他的那些玩伴 以及暧昧的对象 找些不嫌不淡的话来讲 他念过大学 不知怎么的没毕业 后来又一夜出钱 开过餐厅书店 都以亏本关店高中 自从龚青羊上小学起 他就没再做过任何 有关赚钱的尝试 到不见他在家待着 每天十点以后就出门了 宁静晚饭回来 家里的晚饭一直是他做的 打扫卫生有终点工阿姨 至于龚青羊的妈妈 据说生完孩子就离婚了 随后和新的恋人 一起去了美国 从此连信也没来过一封 完全是恩断义绝的架势 爱了爸爸的妈 龚青羊心里委屈 他想 我会找到工作独立的 才不会像你一样 靠爷爷养 我写小说 我也没爱着谁 想归想 家教让他不敢回嘴 闷声吃完饭 他说要出去走走 爸爸在后面喊 你回来 大人说的话还没说完 你就想走 他下了两层楼梯 听见他气急败坏地说 你有本事就不要回来 就是在这种黄人 又愤怒的情绪中 他去了福州路的书店 看到了那本书 一个晚上双重打击 先是爸爸的不理解 然后是麒麟的背叛 他以为是麒麟的那个人 原来是乔伊达 给麒麟发完质问的留言 久久不见 久久不见回应 对方要么隐身 要么不在线 他听见有人敲门 以为是爸爸 不情愿地开了门 门外是爷爷 爷爷不知道 他此刻心乱如麻 安抚般地说 这么晚了还没睡 又说 冰箱里还有你喜欢的 奶油小方 出来吃 要是在平时 爷爷早就睡了 估计他是起 爷爷看到他这边门缝的灯光 他刚哭过 确实想吃甜的 便说好 爷爷孙俩在厨房一角的餐桌坐了 爷爷没有提到他的小说 也没有对爸爸反常的高压态度 做出评价 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爷爷年少时遭劫匪的故事 爷爷说 我爸凡事都有决断 我念了物理系 在大学教书 全是他指好的路 全是按他指好的路走 如果不是他要求 我原本想你学文 也想写小说 现在想 如果当时学了文 后面的日子可能不好过 我爸经常都是对的 但被指引的人 有事难免还是不甘心 等到我自己有了小孩 我想 我不要像我爸那样指手画脚 小孩自己想走什么路 让他走 贡亲啊没说话 爷爷的放养 造就了爸爸不思进去的一生 他无法评判爷爷的对错 毕竟对他来说 爷爷比爸爸更亲 他在书店里看书边哭的时候 他在书店边看书边哭的时候 爸爸打了电话 他掐掉了 后来爷爷打 他就接了 说自己待会就回家 吃完一块蛋糕 爷爷还是没替他写小说的事 如果没撞见那本书 他可能会和爷爷撒娇 说自己就是爱写 说爸爸老古董 现在写的写这个的人多了 读过了野生 他感到 自己有过的 对写作的热情和信心 仿佛被人用一大棒打得粉碎 让他甚至无法 对最亲的爷爷说 我想写 第二天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看QQ 麒麟终究没有回复留言 他心里的愤怒 像一团不断蕴开的墨汁 忍不住发了长长的质问 他想 你为什么不干脆拉黑我 这样简直像是对墙说话 几天后 导师喊了他和另外两个门生去家里坐 导师问了他们的近况 有没有找到工作接下来的计划 他的心不在谈话上 直到一个同学问 龚青你怎么了 他才注意到 自己不知何时流了泪 他慌乱的几时说 感觉自己的前途迷茫 忍不住哭了 不好意思 但心里知道 完全是因为被剽窃的事 麒麟 乔一达 这人做得太巧妙了 他的小说比他的大纲 飞越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 他就算拿出来给人看 别人多半只会说 有那么点像 不足以称之为超 何况有超小说的 哪有超大纲呢 估计只是碰巧罢了 连他自己也有事也疑心 是不是自己过度反应 难道真是碰巧 乔一达 麒麟不是同一个人 转间又想 麒麟的不回应 就是一种回应 没想到 因为他莫名的流了泪 导师有些挂心 说起来 他爷爷退休前 也在这所学府任教的 虽然不同戏 估计导师听过 他那个游手好闲的爸爸 导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主动帮他找了 出版社的工作 在微信上 看到导师说 让他过去面试的时候 龚青羊惊讶极了 导师说 面试就是走个过场 你没问题的 先实习两个月 后面应该可以顺利的签约 龚青羊没有从事出版行业 龚青羊没想过 从事出版行业 他曾经有过 不切实际的想法 希望可以靠写网文 养活自己 读研的期间 写小说 都是朝着 这个目标 攒人气的奴隶 他很快就被阅读数字 浇了冷水 出版社的工作 就是看稿吧 因为麒麟的配 因为麒麟的背叛 变得死记成真的生活 总算萌生了一丝心牙 实习 加上正式入职 几个月过去 他终于发现 出版社 出版编辑的工作中 看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也是相对愉快的部分 开会 填表各种杂物 成年人的生活 总是充斥着太多的身不由己 而他作为出版编辑的高光时刻 恐怕就是这个夜晚 两位外国的作家 轮流讲述各自的故事 隔了一年多 他终于能面对那个坎 借着A的遭遇 倒出自己的挫折 徐川说 写自己想写的 才是最佳的复仇 今天在会场见到乔伊达 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他以为自己会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奇怪的是 遥遥望着他在台上侃侃而谈 他只觉得陌生 他没有从他的身上 看到半点麒麟的影子 也对 麒麟本身就是被他 劈挂的马甲 不是他 最难过的那段日子 他经常在网上搜索 和他相关的信息 还真让他找到了 一个可疑的细节 在一个早期的论坛 有个ID说 乔伊达在美国期间的 同居女友 研究方向是 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 论文中有大量的孤岛时期 上海文人交往与生活的细节 乔伊达的成名作 《八月》 和那篇论文不无关系 那个ID自称是 乔伊达前女友的朋友 给出了论文的链接 D家有人回复说 我看过小说 也看了你贴的论文 不觉得这是抄袭 广秦阳在心里笑了一声 阿里他应该对乔伊达 敬而远之 但他仿佛自虐的一般 把他的几本书都看了 包括今年书展前 刚上市的科幻小说 《时钟火》 他无从知道 他这次有没有借见谁 或者从谁那里获得了灵感 看得出 他讲故事的功力 又有些见长 不过如果心平气和的判断 他觉得他反响平平的短片集 是最好看的 他有个恶毒的猜测 也许那本书是他原创的 他还一直没有再写小说 他以为自己 再也不会对写作有效 直到徐川那句 关于复仇的话 重新扰乱了他 花了很久 在特意平静的心火 龚强对徐川说 对了 我刚才就想问来着 在大巴上捡到的 那本让你决定写作的小书 是什么 艾斯也露出 细腻去盎然的神色 徐川的表情有些古怪 是黑雨 这本书拍成了电影 你们一定知道的 我刚想起来 当初围绕这本书 也闹过剽窃的传闻 有人说作者剽窃了某人的日记 那本日记后来也出版了 我一直还没读过 也有传见说 日记在出版前经过了修改 为的是和小说贴近 来反正剽窃 艾斯若有所思的说 真相总是只有少数人知道 不过对于小说读者来说 小说足够好看就足够了 龚强点点头 算是赞同了艾斯 他准备买单 却听徐川说已经买过了 艾斯说我们去看看外摊吧 龚小姐 你回家会不会太晚 我也可以和徐川先生去 龚强赶紧说 不晚我带你们去 徐川举杯 杯里是冰块融化的水 但都看不出酒色 干杯 为了所有等着完成的小说 艾斯说 祝小说家打败小说窃贼 龚强一时间找不到祝九词 最后说尽自由意志 意志终将战胜命运的安排 未经许多了